歡迎來到小夥伴日常 我們最近有點逐事不順 連續遇到很多 不能說連續遇到很多 應該說我們最近很多事情 都一波三折 結果反而很多鳥事就對了 小夥伴B建議說來 三峽的行修工玩一趟 就是順便拜拜然後觀光 我想說那就安排個三峽一日遊 我們早上又沒要去吃鍋貼王子 結果沒有開 所以我們決定要去吃 河南砂鍋扯麵 聽說老闆是個河南人 我們就一起去吃吧 他是喜歡吃麵的人 Let's go 我們的早餐就吃這間 三峽的河南手工車麵 我不是說他們上菜神快 從點餐到廚餐不用五分鐘 那我剛剛有去看他手工線拉的 我點的是 清澱番茄牛肉麵 先喝喝看它的湯口 帶有番茄味的牛肉清湯 還滿不錯的 這個寬寬的這種麵條 試試看喔 有這種褲帶麵的感覺 拉扯的寬麵啊 吃起來比較有嚼勁 我覺得滿好吃的 肉口上看起來有五塊對嗎 試試看一 二 三 四 五 五塊 看起來是牛腱 它燉的保留一點點嚼勁 不是很軟爛的那一種 但它切的厚度 咬起來也不會很辛苦 還不錯 我點的這個啊 是番茄蛋麵 它看起來非常簡單 就一個蛋 然後那個蛋感覺就是 烘蛋的感覺 對 火很大去做出來的蛋 感覺就很好吃 然後它麵一樣是這種扯麵 也是現場拉脂的那種 先喝一口它的湯 感覺就滿簡單的 很濃郁耶 很濃就是番茄的精華都在湯裡面 試試看它的麵 欸 好寬喔 我覺得很好吃 就是它的那個麵啊 吃起來有嚼勁 有爽感 然後有Q度 可以再來 一滴浮勝 吃完了 我覺得我的比你好吃 好嗎 好嗎 LATER 請澳洲行駛 白雞乳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 三峽的白雞行修溝溝 一起上去逛逛 聽說旁邊有小農事集啊 一些有的沒的 逛逛看 小伙伴溪說要吃滷味 先拜拜 對 等一下變成吃吃 走 我覺得這邊走過來 比我預期的人還多耶 我們先走趕快繞過 不能取下口罩 行天公關心靈 入廟門前 他洗手台好可愛喔 消毒一下 好方便喔 腳踩的 走進來的感覺啊 真的跟台北行天公一模一樣 整個格局配置都是87% 當然人潮沒辦法比啊 不過我覺得以三峽這個地方 這也算是香火鼎盛 我們就稍微拌一下囉 先消毒 先消毒 拿手套 兩隻 捲完之後呢 放這裡 對 好 我以為你要用那個 籌籤 要先寶貝才籌籤 沒有人直接籌籤 那問你想問他 如果恩主公願意告訴你的話 就給你一個聖杯 就可以籌籤 然後你再來籌籤 比如說抽五隻手 第五隻手 你就問他說是不是第五隻手 好 謝謝 謝謝 那你先用 有了 有 所以你可以問了嗎 喔 可以 然後我就想要籌籤 直接這樣抽就可以了喔 第十七手 來問問看 OK 所以我們現在呢 所以我們要去拿出這個籤絲 現在要去這裡 我們要去解籤 要先把籤抽出來 首先階梯 好多喔 我是第十七 到底是什麼呢 看一下 那是我的籤 下下 怎麼辦 先來看一看啊 這邊有講說抽完籤 可以免費在這裡解籤 那我們就在那邊解籤好了 我們是下下籤耶 好慘喔 結果我們去解籤師啊 雖然是下下籤呢 但是解籤師的人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問的方法不對 問的太模糊 太籠統了 這樣子的問法不是上上 就是下下 他叫我們就是明確一點 那我們就再來吧 這次是二十四 我抽了三次 還抽到聖杯 好緊張喔 終極 看一下現在來解籤了 我重新問過以後 問的比較仔細 得到的籤是呢 感覺好像也不錯 雖然說要經過一番韓徹骨 簡單就是說 前面會比較辛苦啦 後面會比較好 這邊看出去感覺很清幽 比較漂亮 不像行天公前面就是馬路 感覺就比較明近一些 我們現在拜拜完 打算要吃一間滷味 可是呢 這兩間看起來人氣都非常好 這邊是什麼白雞豆干 這邊呢 是一間吳媽媽 兩間人潮都非常好 所以呢 我剛剛就是想到別人教我的一個小步驟 去問附近的店家 問了附近的店家 他跟我講完就是說 這間白雞的口味是比較清爽一點 平常可以吃 這間的話是味道是比較重一點 適合下酒菜 你知道我們今天要怎麼選 不知道 清爽一點好了 今天不喝酒 走 我們買了白雞滷味 因為我們想說我們沒有下酒 選一個味道比較清淡的 譬如說他生意很好 然後流程工作整個都非常流暢 看他製作的過程其實是滿享受的 謝謝 這整盆端來呢也非常的香 他把辣椒醬放在旁邊 然後香菜蒜頭都有加 這真的很香耶 色香味十足 感覺就很好吃的味道 不過我們選了比較多的蔬菜 所以價位會比較高一點 如果你點一些豆製品的話 就一般滷味常見的東西 我覺得價位算是滿合理的 來吃吃看 這先吃豆干嗎 豆干畢竟滷味 香香的 他的辣椒也滿香的 所以味道真的是比較清爽嗎 開心 吃五個不會 因為有加辣椒 有點辣辣的 好吃 嗯 還不錯 他真的是可以做素食的 就是如果沒有加蒜的話 可能是變素的 對 他們滷味攤本身是素的 所以素食的也可以吃 剛剛在山上拜完拜以後呢 我們來到三峽老街旁邊 這個三泉水豆花 生意超好 好像是一個很好吃的豆花 我們在公遊市場旁邊的小公園 旁邊都沒有人在這裡吃 聽說料非常實在 一碗是要30塊錢 對 可以選一到兩種料 不過後面有寫建議點一種 我覺得它吃起來很甜 就是很傳統的味道 然後剛剛在排隊的時候 我問旁邊的人是要吃什麼口味 他建議選花生跟粉圓 超好吃 對 不過現場粉圓賣完了 所以我們等了一下 看它的粉圓 是顏色比較淺一點的那種 QQ的 然後花生也很香 在吃豆花的同時發現對面 就有一家這個什麼 福美軒金牛角 好像很多人在排隊 我就想說既然這麼多人在排隊 應該很好吃吧 就跟著排 殊不知一排排了 三四十分鐘我快崩潰好熱喔 我覺得全身都是汗 買個一袋來試試囉 這麼多人在排隊 對 我想應該不會難吃到哪裡去 它一袋啊 很熱 現在很燙 這感覺就是剛出爐的 秉持了實驗精神 它還是熱的 我就吃吃看 反正它不是那種脆的 所以不用特地放涼 來看一下它長怎樣 它有一點酥酥的 奶油麵包的香氣 嗯? 雷天 剛剛逛完老街啊 走過來剛好發現這邊有一個網美店 想說來吃個豆腐丁看看 一起吃 本來竟然想要吃它的原味豆腐丁 結果呢 第一個賣完了 然後再重新排一次 雙七零也賣完了 最後就剩下這個豆漿豆花 先吃吃看囉 它看起來裡面就是豆子跟黑豆 還有豆漿 健康的感覺 剛剛小夥伴吃了一口 他說它的豆花是用鹽乳去沉澱出來的 所以它的豆花吃起來口感有點鹹味 然後它再扎實一點的口感 它旁邊還有黑豆茶養生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三峽的八條壽司 從剛剛排隊到進來 我們大概等了一個小時左右 看它的評價還蠻高的 好像大家都說CP值很高 想說既然都已經來到三峽 那就吃吃看囉 有人發現我們中間有一個隔板 第一次隔著隔板吃感覺超怪的 但還好我們現在有麥克風 聲音聽起來是蠻清楚的 它隔板下面是有洞的 可以傳菜 我的蘆筍蝦手捲第一個來 手捲要立刻吃 握這個蝦有帶尾要小心 吃吃看囉 它的味道蠻原味的 它沒有加過多的調味 美乃滋也只有一點點而已 就是生菜跟蘆筍的味道 接下來上的這個是綜合握壽司 先吃這個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鮪魚吧 感謝服務 看一下 隔板 它是長這樣子 吃吃看喔 還可以 我再吃一個好了 吃這個 這個的話是花枝 還可以 你吃吃看 一下子的時間我們吃完了 我覺得它就是一間台式的 台灣風日本料理店 我覺得它的東西 視覺效果都相當浮誇 但是如果你對日本風味比較要求的話 它就比較跟你熟悉的日本 稍微有點不同 那吃起來的話就是尚可 它的排隊人氣跟它的評價 有點超乎我的期待 就是 可能我們嘴比較刁吧 掰掰